第一件是这个浅米色的改良旗袍 上面的图案是兰花 整体的色调看起来很舒服 旗袍加了前后腰嗓 版型也比较贴合 裙子的面料摸起来滑滑的 手感很好 里面加了一层内衬 所以不会很透 然后是一款双开金的黄色旗袍 这一款旗袍的颜色 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件的花色真的好好看 都是满满的玫瑰和小兔子 领口也是兔子的子母口 不过这件旗袍没有做内衬 也没有送衬裙 面料偏薄会有点凑 然后是这一件古色古香的改良旗袍 这一件旗袍的尺码做得非常大 两百斤都可以穿 领子也比较低 适合短脖子的姐妹 版型还挺显瘦的 感觉我还可以再小一个码 裙子面料带有一点微微皱的鸡腻感 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这一件旗袍的配色 好粉嫩好少女 个人感觉这个粉色不会显黑 旗袍的面料上有小兔子的暗纹 就像这件旗袍的名字 蜜兔陶陶 太可爱了 很适合喜欢甜美风的姐妹 旗袍里面做了内衬 所以不会透 这件蓝色旗袍 穿起来真的很显贵 很显白 一点也不老气 像这种古法旗袍 对身材的包容度很大 肚子上的肉肉都可以被藏住 因为是年秀 所以夜下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堆积 领子虽然做了三排口 但是不会卡脖子 面料也非常轻浮 最后是这件粉色蝴蝶鞋的 这一件我等了一个多月 但是到了之后 感觉好像不太适合我 没有想象的那么惊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